TCG3比1 RW侠四连胜稳进第一轮S组 一安终于能跟AG顶峰相见了 真没想到一安转会第一个赛季 所在队伍就能登顶巅峰 TCG能进S组的条件是大部分KPL队伍没有的 在TCG2比0 RW侠又被追回一分来到赛点局 RW侠选了一套孙并反客哪吒台写阵容 射手又是可以解控敌人杰 好于TCG 并且北升表示这是RW侠最好赢的一局 你就脑补吧 哪吒四公阵冲进来 真机一个大招顺便二技能一开 回手一个大招拆火 真机在那爽弹 大司命连到 大司命挤进去一技能加速 挤到脸上二技能一刮 神无状态开始连着你吸 敌人杰黄牌给你一批 曹曹进去盯着阿里就是一顿爽弹 这把TCG阵容其实有点被压了 这个阵容朵莉亚没有做好 这四局比赛啊 这到第四局了 我才第一次觉得RW这局好赢 来到队局 RW侠也确实打出前期压制拿到一血 不过八分钟的哪吒 让RW侠突然乱了阵脚 小龙哪吒 近一人追着四人 尽管孙并给敌人杰抬血 也难逃一死 如果哪吒飞过来 哪吒有两个的 还要杀 不好意思孙并有闪 交不交 孙并又给了一口回血 还是杀了 中期TCG占据暴君振行优势 但RW侠夫爱曹操 凭借老道经验 压制身位 麦琪抢龙 陈锋针基闪大应声 打出二换三的局面 被冲散的TCG一安四宝 立刻回中收陷 和野区及时止损 到了后期 小龙哪吒秒不掉敌人节 更换目标 连续换掉针基和孙并 队友跟不上看着亏了 其实他的压制力 给队友们争取了时间发育 经济一直领先 RW侠 离谱的是最后一波 RW侠找到机会 五人虎视眈眈 想秒一安四空阵 一安立即换出 复活甲跟队友沟通 随即打出反暴画面 一安雷电人陷阱 队友跟上团战赢了 慢慢慢慢来 来来来来 飞了飞了飞了 你们慢慢打 慢慢打 我知道我知道 我要先去接雷电人 我们先拖一下 先拖一下 有货奖吗 有货奖啊 来呗来呗来呗 还行啊 看哪吒看哪吒看哪吒 大师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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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节 敌人节 兄弟敌人伤死吗 耍 耍啊 那是 上路一波上一波 一波兄弟上路打一波 敌人也打 最后 TCG压进水晶打出 RW侠连续掉点 虽然 RW侠两人用命倾线 可没顶住 TCG第二波五打三的进攻 一比三输掉比赛 同赛后 语音听得出 TCG只会清晰 尤其一安 全员统一思想执行力很强 赛后采访老师人 打野小楼 进了哪吒战术 哪吒依托四能换最好 给队友争取时间 是的 他孙宾英台二的话 可能队友就不好跟 可能很容易脱节 那你们在局内 是怎么考虑去处理掉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就冲一拖四 就是冲上去 然后争取换一个 然后让队友做更多事情 就是你把这个时间拖住 然后京局打一个一换一 背后的队友可以推塔 或拿拢 是这样的 总之 TCG看似被孙宾克制的阵容 却打出了他们想看到的画面 如今他们清晰的指挥思路 即战术部署和执行力 是很多队伍都没有的 一安误打误撞的打法 像急了一诺的陷阱流 同时跟队友四连胜 稳住S组的他 终于能与昔日的 AG队友们要顶风相见了 是替补安天帝更强 还是武魂真身更猛 是跟伊诺交朋友 证明自己 还是被伊诺拿捏 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此 大家怎么看